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尊敬地称呼他为医生 大儿子笋平的忌日 二儿子阿良带着妻子和孩子纯屎回家悼念哥哥 却一直在电车上抱怨不想在家里多待 因为和家里人没什么好说的 就连父亲对自己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 在家里准备午饭的妈妈和姐姐 此时也正讽刺阿良找了一个过期模特 一个比离婚女性还不如的寡妇 饭店里阿良尝试着和纯屎聊天 想找一下做父亲的感觉 但是发现进行的也不怎么样 厨房中姐姐一家四口不断地称赞妈妈的茶好喝 还聊起了镇上寿司店 其乐融融 躲在花园里的老父亲只是听着 并不加入 最后一个人幸幸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阿良一家三口爬着通向小镇的阶梯 妻子请求纯屎不要直接称呼继父的名字阿良 但孩子执意不肯 阿良又嘱托妻子不要向家人透露自己工作的事情 妻子也并不愿意 她觉得如此防备父母不好 阿良家的关系有点复杂 阿良一家三口到家后 收到了所有人的热情招待 除了老父亲 阿良去卫生间用凉水冰西瓜 看到了母亲为他们三口准备的崭新的毛巾和牙刷 也发现了卫生间浴缸边掉落的瓷砖 想到了父母都已年迈 他用力钻了钻浴缸边的扶手 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阿良在厨房浇纯屎剥玉米 这是家里的传统 当玉米粒在油锅里被炸得发出滋滋声 楼上的老父亲立马注意了起来 对于他来说 这是最熟悉的回忆 楼下的姐姐跟妻子小声说 父亲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出现 果真一回头 就发现老父亲站在桌边吃玉米 一家人讲着玉米的回忆 很是幸福 但是当母亲提起了大哥时 阿良便面露不悦 三个小孩子提起了姐姐一家 要搬回来的事 还说到了大哥损平的屋子有鬼 女孩问纯屎怎么称我阿良 纯屎肯定地答道叫爸爸 来送寿司的外卖的人 说了自己的老婆初中时 暗恋过大哥损平 所有人都开心地回忆起来 损平从未出现 但是所有人提到他都心满意足 除了阿良 饭桌上阿良极力地 说着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掩藏了自己失业的事实 父亲非但没有重视他 还讽刺他娶了寡妇 为了缓解尴尬 母亲带着姐姐和阿良的妻子 离开去看相册了 父亲象征地问了阿良的工作 却完全没有认真在听 看相簿的时候 姐姐读了阿良小时候写的作文 居然是想像父亲一样 当一个医生 在阿良的心里 父亲曾是他崇拜的对象 女儿怪父亲对阿良冷漠 只对损平和蔼 父亲道出了内心偏爱的原因 是笋平继承了他的事业 而阿良却离开了家 父亲还怪女儿的孩子 把这座房子叫做外婆的家 根本不记得是他赚钱盖的房子 原来在他的心里 是那么在意家人的承认 唇使偷偷溜进老父亲的工作室 看着满墙的药有点出神 老父亲看到此井井 便立马有了兴致 还给了唇使红包 还告诉纯使 医生是很有意义的职业 结果却被阿良打断 说不会让纯使当医生 阿良一家陪着母亲 去给哥哥扫墓 母亲以为墓碑前祭拜的花 是损平所救的落水的孩子带来的 便拔出来扔在了一边 在他心里一直无法释怀 自己的儿子用命换回了别人儿子 回家的路上 母亲向阿良抱怨 不想让女儿一家搬过来 除了他们吵闹以外 他是怕这样 阿良便不能搬回来了 而妻子也在和纯使 说着要去给纯使的爸爸扫墓 两对母子都在用他们的方式 维护着这份感情 损平当年救下的孩子方雄来到家里祭拜 邋遢的样子和没有上进心的话语 让一家人有些失望 尤其是老父亲 更加觉得自己儿子的命失去的没有意义 父亲讽刺的话语刺痛了阿良 他厌恶父亲只是觉得当医生有意义 从来瞧不起其他的工作 晚饭时姐姐一家已经走了 只剩下阿良一家和父母 闲聊期间 母亲颠怪了当年损平失事的时候 父亲没在身边 父亲却觉得对于男人工作是最重要的 母亲让阿良放了他记忆中 与父亲相关的重要歌曲 父亲听到却有些尴尬 洗澡时父亲问 进来送衣物的母亲 什么时候买的唱片 他平静地说 是背着阿良在那个女人的房间 听到父亲在唱这首歌 后来就买了 没想到这首歌曲重要的原因 竟然如此心酸 睡前阿良在厨房 偷偷给了母亲零花钱 感谢他的招待 还请求他别再每年 叫方雄来祭拜哥哥 但是母亲却执意不肯 他不能忍受方雄 就这样忘掉一切 对于父母 丧子之痛 如果没有人可以恨 便会更加难过 母亲让阿良和妓子纯实 一起洗澡 这让阿良有点无所适从 因为他从没尝试过 这样亲密的父子活动 而妻子在一旁 却怪婆婆只给阿良买了睡衣 没有给纯实买 阿良又要哄妻子 左右为难 阿良在浴室称体重时 父亲进来嘱咐 他要时常给母亲打电话 阿良用父亲的口头语 回怼了他 那又不是工作 虽然与父亲的沟通很不顺畅 但是和纯实洗澡时的聊天 却进行的格外顺利 付出总是会有回报 人与人的关系 同样遵循这个道理 母亲给了阿良的妻子 一件珍藏的和服 还询问他们 会不会要自己的孩子 妻子一直小心翼翼 硬服婆婆 怕给他留下坏印象 晚间一只蝴蝶飞进屋来 阿良准备将他赶出门外 母亲却追着蝴蝶 不肯让他飞走 认为他是损平的化身 吃磨了一般 电话响起 对面的邻居身体不适 让老父亲出诊 老父亲躲到自己的办公室 告诉邻居应该叫救护车 站在门外的阿良 第一次听到强硬的父亲 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老父亲看着邻居 被救护车接走 还在不停地 嘱咐医护人员注意事项 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让阿良心酸 睡前纯屎提到了死亡 妻子告诉他 他死去的父亲就在他的身体里 而阿良也会变成他的一部分 纯屎一个人在院子里 说出了一些心理话 他想像爸爸一样成为钢琴调音师 如果不行就当一名医生 或许他内心想完成 阿良年少时的愿望 而这时的阿良独自一人 把白天撕掉的 想当医生的作文重新粘好 新的一天 祖孙三代一起去了海边 说起了以后要一起去看球 送走阿良一家 老父亲说着他们新年还会来 但是车上阿良却说着 一年来一次足够了 就像每个家庭的缩影 阿良还没来得及开车 载着母亲去购物 也没来得及陪父亲去看一场足球赛 父亲和母亲相继地离开了 阿良一家四口来到小镇给他们扫墓 他们和死去的笋平葬在了一起 生活就像流淌的河水 不会因为发生的事和走过的人而停下 有的时候我们无法敞开心扉 但时间久了 心扉便会自己打开 变化才是人生永远会发生的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